这盘棋讲解是少侠师傅 2024年的十番棋 咱们继续来看 第三局 刘全对战是曾启全 双方其实已经是4-0 黑方连胜两局了 刘全不服呀 下第三盘棋吧 射角炮 对战的是近七足 百中炮 上马 挑边马之后出局 红方这一般都是上左马 出左边局 直接出的话就封锁了 然后上马之后 这边他有一个 一般是上正马 加中炮也可以 左边马的话 红方这边其实有一个飞刀 就是献个兵 对方吃的话 这马就过来抓他 这时候如果对方正常去飞向 这也就吃掉了 将来还有这个平炮 打马手段 这马一走 中间就发过去 所以红方制度器 可能会有利 那么他没有这么走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可能担心黑方这条旗 将来这个旗要对局 对方要打将 然后呢吃掉 这样红方可以呢 炮 打中足 黑方到这要走一个分边炮才行 红方正常就要把它向掉 现在上这个马 黑方马上就要选择对局 因为你不对的话底线啊 抽将 所以在这儿必然是要换掉的 换之后你想向这个族打马 所以你得上 他不这个族就可以保住了 然后呢这个旗啊 红方得先忍一步 因为你直接上 可能啊将来这马不敢动 一动拥霜呀 他先退一步的意思就是 居士不可以把族打死 对方这个旗他要上马 就是养护这个族 红方的话就得上这个马 黑方甩的话都不怕 正常上也就可以 然后的话比方天一彩 这就可以打过去了 然后对方得护住他 这个旗的意思就是 上马之后有一个 窝巢 对方他退回这边有一个赤字旗 红方可以通过旗一个子之后 放中炮继续抽杀对方 所以呢这个旗应该能得回狮子 还是红的好 这个攻势呢比较强硬 这个旗也是比较复杂 所以临场看不清楚呀 所以临场他就没这么走 那么他选择的交法是 举手合口 求问 这样的话呢 黑方就比较从容 对局 对调的话 你拘备封那不行 不对的话想去抓嘛 让对方捕视 找机会冲兵 或者是冲兵兵尾炮 但是黑方这个局长起来很强硬 不管他 当然你要是正常啊 这个冲兵他打你一将都有可能 刚才不打是担心这个炮 打完之后被人家拘威胁利用 这个拘过来之后使用对局的旗不怕 所以红方需要补个式 不要给他闪击的先手机会 黑方则是他也补一个 那你现在这个旗啊 红方冲 想去围 没有冲三兵是旁门宫啊 眼看着招炮 黑方简单就吃了 红方到这儿必须得持拘 黑方吃回 红方采雕 黑方大吊 那这个旗如果想纠缠战斗 那就是上马 只要有机会呢 炮分边就对杀 或者炮四兵三啊 根据这个马位置而定 那走兵器禁一的话 是防止对方炮打 变兵啊 那黑方就上 正常还是上马 或者炮四兵三 走这个 局势退一 其实是想西式宁人 因为黑方这个旗他多了一个中族 中炮震着他不舒服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过来去队 那黑方也不能再躲呀 再躲的话呢 打过去啊 就一换之后 这个马有点弱 所以没有不要 就简单给他换了 吃掉以后呢 黑方是进边族 红方这时候就冲兵 跟他换 那么换掉之后 有一个炮四兵三 所以呢 底线门宫是有牵制的 他飞个向 到这儿的话 红方就冲掉 黑方也就吃 如果直接对此的话 那对完之后啊 可能担心这个中族可能开过来 所以他就选择上马 而且他说了两局了 就想打去看能不能吃个枕啊 有所作为 黑方直接闪开了 这步骑就问你对不对吧 你不对 他马上来给你一换 你没骑了 人家还多足 那你对掉的话 他一冲你一打 他马骑进我可以逃跑 所以你吃不住他的马 那这棋你还多一个出啊 红方也没便宜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你就握手扬河的 看下一局 人家也多失去 谢谢大家 当然